这怎么拆 这怎么拆 它的彻底飞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拍这个视频就是为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近亲爱的单品们 有些美妆的 然后也有些生活的 也有些时装单品 好就从我身上这件开始 这件呢前面看看没有什么对吧 但是你们看到了这个水冰液标志 最近很火的一个品牌 好其实它背后是这样的 是不是别有洞天 我就喜欢它背后的这个设计 前面看上去是一件很简单的一件针织衫 但是背后看上去就很有设计感 然后呢 这正好是我最近买给春海的一件冬天的外套 但是我发现我也能穿 我经常给他买外套 就是为了给自己穿 就是为了给自己穿 这件外套巨保暖 如果冬天不是那么冷的情况下 你可以这样录个肩穿 如果很冷的话呢 就包得严严实实的就可以了 穿上很有Teddy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它又很中性 然后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然后女生就可以当oversize来穿 当然穿在春海身上也是oversize 然后回看 我超喜欢这个毛毛的设计 因为每年冬天我们做博主的 其实和模特有点相友的时候 就我们的工作是冬天要拍春夏的衣服 所以就特别的冷 然后每年冬天我爸妈还有春海 都会叮嘱我说 你多穿点多穿点别着凉了 因为我身体还挺弱的 就非常的瘦小 然后又非常的虚 所以我总是很容易感冒什么的 他们就希望我多穿点 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 他们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也非常关心我的生活 我爱他们 然后我还记得我爸爸 从小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脚暖了 整个身体都暖了 所以我每年都会买几双UG的雪地靴 就很喜欢它的这个羊毛 因为UG的羊毛 实在是太保暖了 穿过的人都知道 然后呢它这个前面的爆裂纹 那个设计就非常的捧客 以及它的这个金属的设计 因为它是做旧的这种金铜色的感觉 要更酷一些 全身土色系就非常好搭 然后里面穿皮裙 和一件打底衫就OK了 配上这款 这款包包是Renry背过的 它背的是什么样子 好像是粉色也不是什么的 然后我买了这个绿色 因为我今年特别喜欢绿色 然后绿色和这个大地色系 就很搭 我现在先把这件衣服 拖了实在太热了 最近我很爱买的一样东西 不是它 是童装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的童装们 当然这个只有夏天能穿了 就是童装的T恤 我记得这两件 我买的都是六岁的 这件因为偏小 所以我买的是八岁的 当我跟店员说 我是买自己穿的时候 他们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如果你的身材和我一样属于娇小型的话 你可以完全不用去买那些大牌的成人的T恤 除非你要穿oversize 如果你要穿紧身的 可以和我一样买童装 变身 看 上身非常的合身 然后就可以当成今年很流行的那种小T恤来穿 最重要的为什么 它的价格非常的划算 你买一件成人的大牌的T恤 怎么也要人民币两三千以上吧 但这样一件 大概多少钱 几百块钱 到一千块钱左右 是不是很省钱很持家 这个我在米兰的时候就想买 但是米兰那家店爆满到没有Sales能够接待我 所以我就一直拿着这个东西 看着全店等Sales等了大概十分钟 没有人理我 然后我去问了保安 保安说 嗯现在没有Sales 所以我就走了 于是我在其他地方又把它给入了 当然了 我为什么买它 一个是因为它很可爱 也可以当包包用 还有呢是因为这根丝巾 它是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情随意来换的 它都是自己绑上去的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用了时间久了 你还可以把它放在家里当手势盒 嗯是不是很实用 按手势盒 你随便想用多久又多久 就放在家里的衣帽间 或者是这样一张桌子上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用性很强 这个是我代购的一支 你们看很像护手霜的东西 其实它是只牙膏 我买它纯粹是因为它的盐 我很想知道它这个牙膏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因为它说是竹炭的 难道是黑色的 真的是黑色的 我觉得它的泡沫可能是灰色 我觉得是白的吧 我们待会看它到底是什么颜色 以及它的一系列的牙刷 它有三个颜色 而且它的设计非常的简约 所以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这个你们猜猜猜什么 猜猜这是什么 这是块肥皂 太好玩了 我买它 完全是因为它太可爱了 味道非常的清新 我好像已经在沐浴了一样 然后这个呢 也是很难买的 因为我之前是在某宝上代购了 等我时装就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 才到的 它就是一个画眉毛的一个套装 买它完全是因为它长得太好看了 因为我最近喜欢粉色 你们懂的 然后它里面就有两支眉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有两支眉刷 然后呢 还有一个眉膏和一个眉毛的定型液 就是那种透明的液体 可以让你的眉毛往上竖起来的那种 我已经试过一次了 还挺好用的 但是它们家的东西都挺好用的 然后这个呢 给你们看看啊 长得很好看 看这个样子应该你们都猜到了吧 不是肥皂 是香砖 就是摸上去像石膏一样的质地 然后它是可以放在衣橱里面的 嗯 味道超好闻 就像刚刚洗完衣服的那种清香的味道 然后我买了三种不同的那种花香味 然后就准备放在三个那种密闭的衣橱里面 现在这些全部走开 我要放大招了 一个非常重 我这个穿同装的人 扛起它有点困难 它大到我不得不 要把它分享出来 诶 掉出来了一个 然后你以为只有这一边对吧 你错了 登 哈哈哈哈 我今天就躺在这里不走了 这是我之前买的两个 我已经给许多人安利了 特别是这个阴影刷 因为它的造型非常的特别 和轮廓几乎是完美贴合 所以我之前就已经安利了很多 这些估计是它出的新款刷子 我比较看重这个 因为我感觉是这款的缩小版 就可以涂涂 诶 鼻影啊什么的 这个粉饼我自己都买了 以及这个 我刚在时装周的时候买了 诶 我买回来是小的 两个小的 然后这个是个大的 这个也非常好用 遮瑕我之前也有买的 我经常用来做提亮的这个部分 但之前有点买的太白了 感觉它新给的这个颜色 比较适合我的肤色 就是瑞瑞之前拍视频都有用过的 这系列有出新色了 应该是高光 然后腮红 它有哑光的和高光的部分 所以可以适合各种肤质的人 今天这个开箱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买的 或者是有什么好用的东西 欢迎推荐给我 我可以给大家提前去试验 然后分享给大家 OK 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